3月10日上午 在土耳其外长恰午十奥卢在场的情况下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会谈正式开始 这是自2月24日 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俄乌两国高层首次直接接触 对于停火问题 俄外长表示 没有计划过去 攻击其他国家包括乌克兰 不相信也不想相信会开始核战争 乌外长表示 俄方提出如果乌克兰不投降 俄罗斯就不会停火 但乌克兰不会投降 尽管双方在停火问题上未能取得进展 但愿意继续保持对话 人道主义走廊方面 俄外长表示 双方谈及如何减轻被扣为人质的平民的痛苦 乌外长称 会谈主要目标是开放人道主义走廊 此外 俄外长表示 西方正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 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乌外长透露 西方给了乌克兰很多单兵防空导弹 这会对民航安全造成威胁 最后 俄外长说 在与乌外长的会谈中 讨论了普京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 普京并没有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 但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战时方面 俄罗斯军队的装甲车 今天逼近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东北边缘 使得俄军朝向包围基辅更加接近 不过 基辅市长透露 自从俄国发动侵略以来 半数市民已经撤离 3月10日 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证实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将公共交通强制口罩令延长30天 根据该要求 乘坐公交车 火车 商业航班 以及在机场等枢纽区域的旅客 都必须佩戴口罩 该强制令原定于3月18日到期 如今将被延长至4月18日 高盛集团3月10日发布声明表示 计划终止在俄罗斯的业务 成为撤出该国的首家大型华尔街银行 这家华尔街巨头近年来在俄罗斯开展业务 2021年底 公司对俄罗斯的信用场口总额为6.5亿美元 大部分与非主权对手方或借款人有关 高盛即将撤出俄罗斯之际 仍然在从事与俄罗斯有关的公司债交易业务 但本身不进行自营交易 据LA Times3月9日的报道 洛杉矶市议会的三名议员 推出了一揽子租房保护提案 将极大的限制房东可以向潜在租客询问的信息范围 限制房东筛选租客的能力 第一项提案被称为公平机会条例 将禁止房东询问申请人的犯罪史 另一项提案将禁止询问 潜在租客在大流行期间 未能支付租金或水电费的情况 还禁止房东或他们的代理人使用信用审查 或直接询问某人的信用或驱逐史 提案还将禁止使用算法或自动化租客筛选服务 来评估申请人 房东或他们的代理人将不被允许询问 申请人是否计划使用或参加了租赁援助计划 第三个提案将要求房东披露他们筛选租客的统一标准 筛选标准必须印刷或展示在数字招租广告中 内容必须包含符合资格的最低要求 房东在与潜在租客第一次接触时 将被要求提供一份这些要求和筛选标准的书面副本 该动议还要求房东优先为行动不便的申请人提供无障碍住宅单元 三位议员说 在洛杉矶市无家可归者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 这将有助于促进公平获得住房 但代表租资房屋供应商的行业组织加州公寓学会 谴责这项拟意中的立法是不必要的 在一些房东已经收不到房租的情况下 这是雪上加霜 三月九日上午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到元朗新田村路 视察接收第二个由中央援建的社区隔离设施 据悉 新田方舱医院总计720个隔离房间 可安排超过2800个隔离床位 将进一步提升香港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收治能力 该设施在当天交付特区政府后会开始运作